为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释放消费潜力 今天上午由山东省商务厅 主办的2022山东家具消费节 继第18届 中国林仪全国家具采购节 在林仪开幕 一大早来自德州市的王福杰 就在林仪兰华国际品牌 家具博览中心 打开了网络直播 通过直播讲解和网上预定的形式 王福杰已经拿下了不少家具订单 我是山东德州的 听说这边林仪这边展会 新款的特别多 价格还比较实惠 我是15号过来的 现在订了有十几套了 随着6月18号 2022山东家具消费节正式开幕 有6万名像王福杰一样的 家具采购商汇聚林仪 他们可以在为期4天的展会期间 现场挑选 由上千家参展企业带来的展出产品 明仪是山东家具行业的重要产业基地 已成功举办了17届家具采购节 本届家具消费节又吸引了近百家家具材料 五金届家电厨处位的产业链企业参展 展出面积和参展企业都远超王界展会 近年来林仪市会展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会展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稳不提升 主要指标稳居全省前列 培育了一批规模较大 档次较高的会展活动 商贸会展业既是我们的经济特色 也是我们经济的支撑点 通过我们的会展业 能够拉动各个行业的 在贸易交流各方面的发展 能够促进经济的维固增长 展会将持续到21号 有家具购买需求的朋友 无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的方式 都可以借这个机会 挑选自己喜欢的产品 perspective duc论